历代治下第20章 后来摩押人、亚门人和一些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 有人来向约沙法报告说 从海的对岸就是从以东有大军前来攻击你 现在他们在哈喜逊他马 哈喜逊他马就是隐基底 于是约沙法害怕起来定义要寻求耶和华 就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 于是犹大人集合起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 犹大各城中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众中 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子前面说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 你不是天上的神吗 你不是统治万国的吗 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没有人能抵挡你 我们的神啊 你不是曾经把这地的居民 从你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前赶走 把这地赐给你的朋友 亚伯拉罕的后裔 永远做产业吗 他们住在那地 又在那里为你的名建造了一座圣所 说 如果有灾祸临到我们 无论是刀剑 刑罚 瘟疫 饥荒 我们在极难的时候 站在这殿和你的面前向你呼求 你必垂听和施行拯救 因为你的名是在这殿内 现在 这里有亚门人 摩押人 和西尔山的人 从前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 你不许以色列人侵犯他们 那时 以色列人就离开了他们 不除灭他们 现在你看 他们怎样报复我们 他们要来把我们 从你赐给我们承受做产业的地赶出去 我们的神啊 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没有力量 抵挡着来攻打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的眼睛只有仰望你 那时 全犹大的人 连他们的婴孩 妻子和儿女 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当时 耶和华的灵 在会众中 临到立位人 亚萨的后裔 亚马叹的贤孙 耶利的曾孙 比拿亚的孙子 萨加利亚的儿子 亚哈希 他就说 全犹大的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约沙法王啊 你们要留意 耶和华这样对你们说 你们不要因这大军 惧怕和惊慌 因为战争的胜负 不是在于你们 而是在于神 明天 你们要下去攻击他们 他们会从 洗丝的斜坡上来 你们必在 耶鲁伊勒 旷野东面的谷口 遇见他们 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人啊 这次 你们不必出战 只要稳守阵地 站立不动 看耶和华 为你们施行的拯救 你们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明天 要出去攻击他们 耶和华 必和你们同在 于是 约沙法 面浮于地 全犹大的人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俯伏在 耶和华面前 敬拜耶和华 哥侠子孙中 和可拉子孙中的 立位人 都站起来 高声赞美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第二天早晨 众人 众人清早起来 出发到 提戈亚的旷野去 他们正出去的时候 约沙法 站起来 说 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信靠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就必监力 信靠 他的先知 你们就必 亨通 约沙法 和人民商议好了 就指派 向耶和华 歌唱的人 使他们 身穿圣洁的服饰 走在军队的前面 赞美耶和华 说 你们要称颂 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们正欢呼 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 就派出伏兵 击沙 那前来攻打 犹大人的 雅门人 摩亚人 和西尔山的人 他们就被击溃了 原来 雅门人和摩亚人 起来攻击 驻西尔山的人 把他们杀尽灭绝 他们灭尽了 驻西尔山的人以后 竟又自相残杀 犹大人来到 旷野的料望楼 向那大军观望 只见浮尸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约沙法和他的人民 就来掠夺敌人的财物 在尸首中 建许多财物 衣服和珍宝 他们剥脱下来的 多的不能携带 因为掠物甚多 所以掠夺了三天 第四日 他们聚集在 比拉加谷 在那里称领 耶和华 因此那地方 名叫比拉加谷 直到今日 事后 犹大和耶路撒冷 所有的人 在约沙法率领下 都欢欢喜喜 回耶路撒冷去了 耶和华 使他们因胜过仇敌 欢喜快乐 他们拿着琴瑟 和号筒 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世上列国 一听见 耶和华 战败了 以色列的仇敌 就都惧怕神 这样 约沙法的国 得享太平 因为他的神 使他四尽安宁 约沙法 登基统治尤大的时候 是三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 做王 共二十五年 他的母亲 名叫阿苏巴 是士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 遵行他父亲 亚萨的道路 总不偏离 行耶和华 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坛 还没有除掉 人民 仍然没有定义 归向他们 列祖的神 约沙法 其余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都记在哈纳尼的儿子 耶护的岩行路上 这岩行路 又收入在 以色列诸王纪上 后来 犹大王约沙法 和作恶多端的 以色列王 亚哈谢结盟 约沙法 和他合伙建造船只 开往他师去 他们是在 以寻加别建造船只 那时 玛丽莎人 多大瓦的儿子 以利以谢说预言 攻击约沙法 说 因为你和 亚哈谢结盟 耶和华 必破坏你 建造的船只 后来 那些船只 果然受到破坏 不能开往他师去 小时 不应该 了 把 那 北 北